有女人声名大义 也有个别人是心怀不悔 今年的一月底在杭州萧山警方接到报案说 一个年轻女孩酒后被人强奸 但调查下去发现此案是大有蹊跷 报案人李某说自己的表妹王某醉酒之后被男子余某强奸了 警方赶到现场之后发现 余某、王某以及王某的三个亲戚朋友都在酒店的房间内 王某一口咬定被余某强奸 双方隔着一次 警方调取了酒店的监控之后发现 王某和余某在吃饭的时候表现亲密 形似情侣 之后在酒店的过道里 王某行动自如也并没有醉酒的形态 对王某这个血液我们进行了一次乙醇鉴定 他的血液里面这个乙醇含量微乎其微 远远低于这个醉酒的标志 警方据此认为强奸证据不足未予以立案 但是王某和他的表哥李某却说警方不作为 把事情曝光给了媒体 于是警方继续深入调查 最终在现场的证悟 避孕套的包装袋以及外包装盒上都发现了王某的指纹 这让强奸一说不公自破 他之前跟王某已经发生过一次嫖娼 然后在那天晚上我们也是认识他们嫖娼的 因为他们是通过嫖娼 认识 忽略电话 原来这出强奸的闹剧都是王某的表哥李某一手导演出来的 李某教唆王某向余某开价2000块 而余某事后只拿出了几百块 于是李某和几个朋友以诬陷他强奸来敲诈余 这两个没脸没皮的东西 串通一气 先是拉皮条 皮条没拉成就反咬一口陷害别人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